近来受疫情影响多数旅外国人无法回台湾 也让更多重视孩子中文教育的家长担心学习机会减少 土耳其中文学校为了加藏台湾子弟交流认识台湾文化 在地中海岸城市安塔利亚 举办第二届台湾正体汉字文化营 课程安排书画正字 制作汉字书签 正字拼图以及辨识相似这种体验活动 带领学童学习正体汉字和台湾文化 我们很开心这次能看到这么多乔民的子弟来参加台湾正体汉字文化营 那这个我们土耳其代表处也一直鼓励跟支持台湾的乔校推动华语教育 让旅居土耳其的台商乔民的子弟能够继续的学习话语 了解台湾维持跟台湾的连结认识家乡了解发展 虽然现在孩子们都不能回台湾 但我们希望借由夜市体验营 戳戳乐玩游戏 甚至以前怀念我们的古早味 来让孩子们能够有很好的体验 作为我也身为一个家长 我们非常开心能够让孩子在土耳其体验台湾文化 而在文化营举办期间 土耳其儿童华语能力测验也首度登场 共有七位嘲笑学生 接受国家华语测验 推动工作委员会 委托驻土耳其代表处实施的听力和乐体测验 刚才的考试对我来说很好玩 你喜欢考试 大部分的小朋友都不喜欢考试 我喜欢这个考试而已 觉得很难吗 我觉得很简单 所以你一下子就学完了 对 那你有信心会考得很大 一定考一百分 祝土耳其代表黄志阳也表示 希望透过儿童划策 鼓励孩童学习并保持热情 未来渴望在台湾与土耳其的交流上 能成为文化大使